基東市議會今年度最後一次臨時會 12月4號圓滿閉會 基東市長謝國良感謝 在全國最年輕議長同職委主持議事下 順利完成通過預算審查 也會遵守議會給市政府的決議 推動市政建設工作 我們這位全台灣最年輕的議長 在主持這個議事也是非常的順利 這次也能夠得以在他的主持之下 我們也了解到議會對我們市政監督未來的方向 那我們非常感謝議長的主持 那我們也會遵守議會給我們的決議 有很多應監督該監督的業務 我們也要好好的遵照辦理 我們會按照議會給我們的監督好好來執行 議長同職委也感謝市長謝國良帶領的市政府團隊 不論在平常或是議會期間 完成議員們指示以及討論後 交辦的任務 雖然期間議會有動用表決 來完成各自的想法跟需求 謝謝市長率領的這個市府團隊 在議會期間 還有平常的各項選民服務工作上面 來完成議員這個指示 然後大家可以討論一些交辦的任務 我想這個市政的推動 府會的這個溝通其實非常重要 所以我剛才特別強調說 做好事先的溝通 我想在事後的政策推動上 會比較完善跟完整 那我覺得這個議事組安排這個會期的時間 也是真的安排得非常剛好 那也謝謝市長 其實他這個聖誕禮物已經到了 那也謝謝市長 那我想我們在這個市政運作上面 是取得大家的平衡跟共識 那重點目標都是維持這個市政運作的穩定嘛 然後金融市的事務推動可以順利 也就是說我們譬如說 有不同黨派的聲音 我們希望大家完成 各項自己可以表達的意見 但是讓市政府也可以有做事的空間 那我想這次也是很久以來才動用的表決嘛 讓大家各自完成各自的這個想法跟需求 我想平衡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啦 然後我也自己勇力在學習這個主持議會的這個過程 我還是在學習中這樣 謝謝 由於隔天12月5號是議長童子偉滿36歲的生日 民進黨議會黨團也在結束當下 突然在議場內送上一個協有 總統當選國會過半的生日紅包 給議長童子偉 雖然也讓剛好在旁邊的市長謝國良 有些許小小的尷尬 不過市長也逝去的逐步淡出 這個我稍微站開一點點 吃一點氣 這樣市長有點尷尬 不會不會 恭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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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進黨基隆市議會 民進黨團在議長童子偉生日時許願 希望在即將到來的總統和立委大選中 取得好彩頭願望成真 總統當選國會過半 議長生日快樂 謝謝大家 謝謝 基隆市議會碧會也宣告 基隆市各黨各派 將全力拚大選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第二個市民進黨 總統föj 局